三沙一水 上次所有工程術與第一至二十五個 都幾多人like 首先多謝各位師兄 師傅先 今次我再必多二十五個出來 第26 九頭隔氣 九頭隔氣是裝在美井的隔氣 形狀好像P-check 隔氣前面有個通則 可以拆出來通的 那個美井之後就接駁到政府的沙井 美井一般都在項目的邊界 第27 是猴子頭 在美井會有條氣喉 駁上地上上2.5米 接著就駁這個猴子頭 這個猴子頭就叫做FAI Fresh Air Innet 第28是這個背仔鞋 背仔鞋 通常是100mm直徑的一個鞋 它的鞋裏面會有一條50mm的短 插出來 通常會在這個座椅上看到 用來駁這個氣喉 這個背仔鞋就可以是膠 可以是紅筒 第29是電飯煲 電飯煲是一個頂通隔氣 通常裝在這個身近 或者這個waist floor 30是大灣邊 在這個高層大廈的 站身去水口 最低的位置就會用這個大灣邊 那就是用來射力的 第31是短仔 短仔是一條很短的喉 去到那些位置差幾百mm 通常就去扯一條短仔 接著就做這個接駁 32是這個弗爛 弗爛是 DI喉接駁的方法 它就用這個 螺絲、絲母、戒指 去做這個接駁的 33 打花它 不是這個地盤打架 是在裝這個地台去水 在這個方洞 就在這個方洞四邊 打爛一點點 石屎 等到時 鑽石屎下去的時候 就容易吃一點 我覺得這個就跟這個 長生撒沙仔 批檔是差不多 的原理 34是沙眼 如果那個銅喉物料的品質 不是那麼好 有機會在銅喉表面 會有一粒很細 好像沙的洞 水呢 就會在那些洞裡撕出來 35是這個過掛 如果水缸入水的浮波制壞了 水呢 就有機會不斷入這個水缸 水位高過滿水後 水就會經過這個滿水後 去回吹緊那個貨精位 這個就是過掛 36是梳欄 梳欄是地台去水 或者這個雨水斗 那個面 它的物料可以是 不鏽鋼 生鐵 或者銅 37是波曲 波曲 就是水缸入水的 浮波制 或者浮救罰 波曲 就會入水 救水位 就會停水 38是回水 有個階段 就是熱水路和這個出水點 如果是12米內 就可以不用做回水的 如果超過12米 就要做 這個回水後 39是這個樓面 樓面就不是這個茶樓 樓面就是這個建築的時候 釘板 紮鐵 螺石市的那個面 40 王家佬 王家佬就是這個 BSI inspector 他就會收你貨 通常就 傻前傻後的 41 GBP 他即是要入 BD 批 即使就會出一份 新的GPP 如果你用舊跡去畫 你一定會被人罵到反艇 42 是大針板 大針板 通常在這個住宅 有平台 平台上面就是 一棟棟的 Tower 第一層 就會有一塊 很厚的石屎 那塊石屎就是大針板 大針板會有很多 來去水後都會穿過去 43就是排骨 在這個住宅單位的 水錶箱 就在鋒後 燒好多的T位 方便駁 這個水錶 44就是 潭罐 潭罐就是其中一個 地台去水利的 不過現在都很少見 45就是 垃圾鏟 垃圾鏟 就是雨水斗的其中一種 不過它是打橫出的 46就是曲尺 洗手盤 星盤 座廁 都會有曲尺 去控制它的 開關 47就是水蟲 等 和彈弓等 水蟲等一般用在直深泵道 彈弓等用在橫深泵道 48 YSAR 單批 YSAR就是 供水後的 騎身後 單批 就是 去水後的 騎身後 49就是 菊花斗 菊花斗是 雨水斗 它的表面是 拱起了 就叫做 Dumbwaiting 通常裝在 沒有人走的地方 或者在 YOU CHANNEL裏 50 三沙一水 我也不知道 以前年輕人 聽師傅說 我就是 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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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